那我们就开始我的演讲 好,我今天就是很荣幸可以在这个心肌梗塞协会里面做这样的演讲 那我的主要的这个研究工作就focus在这个人工智慧 这个医疗人工智慧的开发 那其中目前我们团队可能最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就是平台 就是我们的心电图探读系统 那我今天要特别的focus在这个心肌梗塞院内与院外的这个应用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跟大家分享 好,那首先我们今天会分别五个part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global view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主要研发团队成员 包括这个ALOT中心的主任 那目前是由本院三种院院长负责这个督导 那以及这个范威辉部长担任执行长 然后李家政部长提供我们资讯的一些协助 那主要合作的心脏科医师是这个林景成教授 那是我们本院的心脏科医师 那我是林青,那是担任技术的角色 那这个要做一支AI需要非常多人的协力配合 包括这个资料的标注 所以心脏内科的这个医师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在做这个心电图人工判读之类系统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主要focus在的是心血管疾病 我们不限于心肌梗塞 但是心肌梗塞是我们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应用 那心血管疾病是未来啊 这个它的花费啊,它的秤情率啊,就几年上升 那大概平均这个每10年呢 大概会上升两倍的这样的一个花费 同样我们选用的是心电图 选用心电图有很多理由啦 那这个包括本院在这个比较久以前 就开来导入全数位化的心电图系统 让我们有一些资料可以拿来做turning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既有的这个资源方向 比较投入的方向 不过我们既然已经选定心电图来做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 就是,就是处理的 就是模型的话 我们就要了解心电图的优缺点 心电图的优势就是快速简单 那它的讯息很丰富 那它的快速简单这样的优势啊 就注定了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工作业平台 它适合用在两种情境之下 第一种情境就是一些很急的疾病 它需要很短的时间内就诊断出来 好像是心肌等车就是这样的很好例子 那另外一种这个情境啊 就是如果有一些无症状的疾病 那它需要提早栽点出来 但是这样的一个检查平常不容易做 我这边举个例子 只来说心脏衰竭 这样的话心电图也是非常适合拿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我今天要主要focus在急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以心肌梗塞为例 那这个以心电图整大心肌梗塞 我们有发了一系列的这个taper 然后也有包括做一系列研究 有一些已经publish了 有一些还没有publish 那已经publish了 包括像去年 我们已经把这样的agron人做一个就是揭露 那我们用deep learning model来预测这个acute mi 那这个发在一个7分的达字上面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急性疾病的这个AI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急性疾病的这个AI 在实际上第一线的临床还是有一大一些这个 就是miss diagnosis的问题 还有就是包括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运用在院前的话 这个院前的这个第一线的这个医疗人员不见得是医师啊 他的这个判读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 好米右边这张图来讲啊 这个呃就是resident的fellow跟这个就是主治医师 他们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心电图 就是两个lead以下这个出现这个就是呃就是有这个呃 这个stami的这样一个波形的特征 然后到呃比较多lead的这样困难到简单的状况 这个呃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主治医师的这个判读敏感度远超过就是经验不足的这个医师啊 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出一支AI 那他的这个performance啊是跟主治医师相当 那这样子的话 这我们的这个AI很有可能就理想上是有用的 好那我们实际上就把新的三一种院大概收集了一千零十张这个scamming的dcg 然后还有737的这个scamming的dcg 然后呢 以及这个14万张这个NOT AMI cg 这些都是在急诊的资料 好那这些急诊的资料我们分成80% training 然后20% relation 然后我们用我们已经获得专利的dcg 12net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么细节我们就要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人物在实验我们的这个设计 那我们在validation的时候啊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呃就是用450张心电图包含了scamming 所以这个系统的结果也拿来做分析 好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人机静态实验里面因为有三分之一的这个cas 他是non-stamming 所以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必须要回答一个三选一的问题 那这个non-stamming不好探读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大概都会知道 好所以说啊我们即使是在有三分之一的cas是non-stamming的状况之下 注意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not-stamming的这些cas里面 有将近有一半是non-stamming 那即使是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一样可以达到AUC0.976 特异度94%这样的一个水准 好这些红色点啊都是阻止一时 呃阻止一时那这个 这个蓝色点这是菲利波的自动胎的系统 那我们的这个performance的表现啊这是一个人际竞赛的表现啊 所以说他的performance多少啊 其实呃就是只能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因为他比医师好 但至于他实际上真正的准确度这个我们还需要后面进行前瞻性的这个试验 才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一个部分 好那这边有一个global performance的比较 可以看到AI拿到了64分 这个拿到64分其实不是很容易啊 毕竟他有三分之一是non-stamming 那菲利波大概只能拿到呃40.9分 好那心脏科医师跟这个急诊科医师的指定是大概都藉由中间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呃AI不但有很高的敏感度在stamming几乎都可以整单出来 跟NOT AMI的部分啊他其实也可以得到得到非常高的准确度 他主要的错误都在non-stamming之中 好这跟呃一般的这个医师不太一样 比较说以这个呃 CV11的这个CVMAN来讲啊 他可能敏感度跟AI是相当的 但是他在NOT AMI里面 他就很容易去误判他是这个呃就是心肌梗塞的状况 然后我们以国际员就做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人之境态中的准确度啊呃0.976跟0.974是差不多的 并且啊我们还可以额外探读这个non-stamming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有探读non-stamming的能力 所以这让我们相信啊我们的AI啊是有机会跟这个呃是在世界有的水准 好那我们的人工作业判读平台啊大概就是12导臣新电图机出来以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新电图保读伺服器 那网页可以直接查到AI判读的结果那我们也遇到异常我们会直接发简讯给医师 那这样子的话呃就是医师也可以复查那就可以进行相对的组织 好我这边花了前面比较多时间在介绍一些我们的基本价格我先要介绍一些实例了 好我们接着我们做了一个前瞻性的呃就是试验我们这个前瞻性的试验就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呃AI 把它放进我们的临床流程里面以往我们的急诊室啊病人进来以后做一张心电图 那第一线的医师判读完之后如果发现有异常才通知后线的心脏科医师 现在啊这个只要一做完心电图AI就会马上分析 分析完发现如果有异常你可以直接传送简讯给心脏科医师以及急诊医师那传送简讯的画面呢如右手是呃会有一个呃 确实看了判读并且有个网址一直可以点击做复合好那我们在2020年 19年8月那就部署就是AI到2020年 呃这个4月那这段期间的data我们把它拿来做strategy development 那后面在2020年5月到2020年8月这段期间我们来分析 他的performance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需要做一个strategy development 因为我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临床限时啊跟retrospective在做这个资料分析不太一样 一个病人进到急诊之后啊他常常会一直不断的重复测ECG 移测Troponin-I 好这边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预测Troponin-I的这样一个 呃不是预测Nontalemia这样一个model是需要用到Troponin-I的资讯的 好那这个呃但是我们只要第一笔就可以了 好那所以一个病人进来啊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知道他有没有tresponse 那第一张ECG会给一个误测 第二张ECG也给一个误测Troponin-I也会给一个数字 那我们永远都是用 Standing几率最高的那样心电图加上 他最高的Troponin-I来进行预测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做了 三次ECG两次Troponin-I我们总共做五次detection 那只要一发现他 超过这个日常那我们就会发动减讯 所以negative case是指说他在整个急诊的这个 时间里面他都没有超过 这样的一个就是预警的 发送减讯的状况 那只要任意一次的detection 发现他异常 我们就会传送减讯 这样就算它是 好那我们 在development 我们的strategy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我们在凶控的病人称畅 我们应该要用0.739 这样当做一个切点 那我们可以得到 大概0.99 多的这5的这样一个 AUC 然后阳镜特指引进的大约 大概是93% 82% 那对于 没有trade plan的话 它的performance 稍微下降一点点 但是不影响 那non-strategy是一定需要这个 丑控率来进行这个配合 那这个 这个攻势 不然 那我们就 不仔细强调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 实际上在 validation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strategy 它的performance 可以达到这个 这个 阳镜特指跟敏感度 大概都是93% 左右的水股 那如果是在有 Trade plan的病人身上 它的阳镜特指甚至可以高达 97.6% 那 Record大概93% 注意这个 Prospective 用刚刚那个复杂策略 得到的结果 如果做Prospective 分析的时候 一个病人如果很多笔资料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这样进行这个实验的 所以前瞻病研究 还是有它的重要性 那Strategy当然有一定的准确度 不过这个我就不特别去强调了 好那我们实际上 把这样的一个model 把它部署到澎湖分析之后 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半夜的时候 及时收到简讯即使启动这样的一个程序 也可以在84分钟之内完成这个B4B 那我们也把这样一个model 部署到院外的这个救护车上面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这个病人 他上了我们的救护车 那实际上他开始做新验图之后 他需要一些操作时间 所以等到8分钟之后 我们才收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讯 那收到了一个这样的新验图 那我们马上发送简讯 那急诊的这个 就是 病我们的医师就已经直接到这个 就是急诊门口去就位了 那等到病人一进来 我们马上就启动B4B 然后病人处理 好那 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AI model 在三军总医院 已经部署到什么程度了呢 到院权ECG直接可以到达AI判读的这个分析模组里面 一有问题马上简讯通知 那stame的团队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现在胸控急诊 这样子有这样子 到院权ECG隐藏的病人 我们给他一个绿色通道 让他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 总监 那有AI流程介入前 我们的平均 B2B时间 是70分钟 主要 比较花时间的地方 大家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星导管操作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就是 开子座到这个 撑起来 这个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但是我们可以缩短的时间 主要是 确认stame 到在急诊室停留的时间 那我们在AI流程介入后 这段期间就明显的缩短 大家可以看到星导管操作只少一分钟 完成第一张星导图的时间 其实完全没有差异 但是我们总共可以少掉9分钟 主要就是这段期间在贡献的 好那 大家可以看到 从 D2ECG 他在介入之后是没有差异的 EDG到 决定要执行 启动 新导管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差异的 决定 到新导 决定启动新导管 然后跟到新导管的 DOR 这个也是没有差异的 新导管到法论当然是没有差异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 产品他有什么优势 我们实际上 为了要验证我们AI是准的 我们还跟非常多的意愿来进行合作 那我们今天讲第1个 也就是我们在 AI合作联盟里面 我们跟长庚医院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长庚医院 比较特别是长庚医院他用的新念笔基 是G1的 我们训练model是用非力笔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在长庚医院有 差不多的评测度 只有可以证实我们的跨平台能力 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 这个performance 我们参考就好 因为它是 Retrospective的分析 实际上 Prospective的分析的复杂度 我刚刚已经有去强调了 那我们 透过这关键区把一些新导管报告里面 Skame跟Non-Skame的一个 Case把identify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在 没有TracePan的这样的一个 Bin里面 我们的 AUC大概可以达到0.95 那有TracePan呢 大概接近0.98 那敏感 阳讯特质 可以看到 这个在有TracePan里面 大概可以到 如果是高阳讯特质的 这个切点的话 大概可以到 70%左右 注意这个右下角的张图 这是我们医院实际上 发简讯所用的一个 切点 所以说可以 想见我们的model 它如果真实部署到长庚医院的话 大概长庚医院的 一直收简讯 大概也不会收得太烦 因为大概 10封里面有7封 对的 那我们如果跟实际院也做了一个合作 那实际院也是G1的信念图机 不过他们是 他们 他们是完全试试别化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这2000多张 有没有重复的病人 那 这样的一个model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的performance 在high PVV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 里面 我们看最左下角这样图好了 我们的PVV 一样有74% 好所以这些都是外付验证的结果 可见我们AI是非常有fast的 好那我们有 确定我们的AI可以跨平台之后 我们就跟这个台北市的救护系统合作 在过去一年 在 之前有统计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抓到两个case 一个是假离子异常 一个是心理梗塞 假离子异常 这个是其他题目 我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就讲心理梗塞这个case 这个case 真的是这个 病人 发现 我们AI简讯品有发现 AMI以后 马上传送简讯 到了急诊室之后 马上进去处理 可以看到 这样本人停留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短的 好那我们大概 我们因为 在初始的合作里面 我们只有台北市送到三星总院的心电图才会传过来 那所以我们的量大概不多 大概只有30张 那就可以抓到一个 scamia case 那目前为 目前我们已经跟台北市政府谈了一个 进一步的合作 那目前所有医院的这个心电图都已经会 就是 开始尝试 传送到三星总院进行分析了 那新北市我们也有一些合作 那合作也抓到了两个scamia case 那大概总共也是做了33张 不可以抓到两个scamia case 所以 院前的这个 心电图如果能够有AI分析的话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我们不做任何的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 就是筛选的话 即使医师每一张都看 大概 十几二十张就有一张是scamia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实际上我们当然是不止心理力梗色 我们还有包括这个急性心肺疾病 一些这个主动脉玻璃等等的这些平台 那我们这样一个model 在其他 我们也获得很多奖项 包括 109年获得国家心痛奖 两年度心痛心心等等 那我们医院其实也有 又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取得这个全机构认证 智慧医院标章 所以在 这些六个标章里面有四个标章 都是用这个 相关的这个技术 那我们在去年获得 SNQ国家医药品质奖的这个金奖 那我们透过是写假分析的这个AI 那至今年我们有获得这个 未来科技奖 那我们现在的新政府AI已经可以广泛的预测50种 你看到疾病 那发表的这个paper大概已经有16篇这样的一个paper 那我们已经获得了专利 包括两个中华民国专利 以及一个美国专利 好那我们进行市场评估 好那我们除了能够在急诊辅助医师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住院的时候 协助病人这个 就是协助第一线的医师 发现这个 未 miss diagnosis的问题 好这是我们的实际上一个test的护理记录 班内医师这个 告知疾伴医师凶痛 疾伴医师执行ETG之后看不出来 但CV总医师为什么可以 看到病人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传简讯 好那我们实际上进行离岛偏腔的大规模的部署 我们希望这些地方 也可以开始享受这些AI的这个 辅助判读 那这样子如果有AMI的Case的话 他马上就可以进行后送 那这我们实际上不阻在 澎湖望安的一个Case 一个Case反腔剂组 然后 做头晕胸口痛 胸口痛 然后来到我们的卫生所之后 我们的卫生所的AI 马上就判读他stame 联络我们的这个 澎湖医院 澎湖医院的心诞科医师 澎湖医院心诞科医师马上 准备ICU 那这个病人就直接做快艇直接到这个澎湖医院 然后我们直接在港口把他接回去 那这样一个病人完成这个 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 肚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好那 接着 在4月7号 生命增强稳定 然后缓解出院 那最后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这个就是 病患等人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澎湖 就是望本 本台湾的领导以外 我们还去把我们的AI系统部署到蒙古去 那蒙古的第一医院现在也在用我们的系统 那我们来做一些未来展望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了 刚刚已经强调了这个 Prospective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话 更能够去验证我们的performance 那随机对照试验就是我们现在 在参加我们的病人 我们分成两个组别 有一组 这些病人他是会接受到简讯的 有一组病人即使AI发生他的异常 他也不会去传送简讯 那过去这样的研究 过去已经没有科尼克已经把这样的研究 应用在这个 Low Idrational Friction 的一个identification上 那 他们有发现 AI有介入的话 新诊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 Library Function 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目前规划的研究 流程 就是 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 实验组的话 AI发现有异常就会传送 卷讯 然后心脏科技师可以去点击记录 然后 我们 IRP已经通过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Predient Data 那现在 这个 Intervention组是蓝色的部分 我们已经 AI已经identify出53个人了 那 这个 Control组是这个灰色的 AI已经identify出56个人了 这个Case还不是很多 我们现在目前只 进行9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在急诊室里面发现的 才会被我们identify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Intervention组 他会有更快的时间 会接受这个 就是 就是观众动脉摄影 那既然会比较早 接受观众动脉摄影 当然就会比较早 DDI 那当然 D2法律的时间 也会比较快 但目前的结果 因为Case很少 还没有显著 所以目前 我只跟大家 report的趋势 好 我今天演讲到此为止 我 谢谢我们 GV 以及蔡天忠局长的 以及这个 国防医院长 大大佬 以及这个 詹天忠院长 王志宏的支援支持 以及我们很多团队成员的 一些通力合作 那现在我们可以快速探读 潜在心脏疾病 Step-Lights 谢谢